好,下一套,這個就是死亡遊行 就是新番的時候,阿蔣佬介紹過的東西 沒錯,這一套比較特別的是 第一就是這個,可能大家都有看過的前作 沒有啊,前作有什麼? 有前作的,這一套其實是動畫未來 就是一個日本那邊開了一個獎項出來 專門鼓勵一些新的創作人出來做動畫 一開始就是一套死亡葬球的Deathpool 就是這一套的原型 都是立川楊這個導演做的 那時候也不知道 都是Math House的 那時候那一套就蠻有名的 我的朋友跟我說那一套很神 但雖然我沒有看 反而我現在有看這套死亡遊行的一套 那死亡遊行基本上是拿回死亡葬球 Deathpool的setting 拿回他的character 然後做一個唱片的故事 不可不可以了 不過其實獨立來說這套也不差 他完整的是ok的 我會這樣形容 直接說一句就是 我會覺得他抓到鹿 但不會太懂得脫角 那隻鹿是漂亮的 但那些角就拿不到出來給大家 如果像你這樣說 可能是在一個系列作了 之後就二三部這樣出 那他ok的問題 我會這樣想 那是先入鐵 我覺得編劇有他的才能 編劇有他的才能 編劇有他的才能 所以當這套是第一季 我覺得他講到他的故事 他講到他的故事 ok了 之後的故事由第二季才講 我不會介意的 那的確他是留下巴的 那先說回來 其實死亡遊行 基本上就是一個 我自己用一粒子 即是死亡代理人 通常好像很流行 他們說是財靈人 那種很流行 例如地獄少女 死學文 社會歌謠那些 通常都是有個角色 關於死亡事 你死了之後 有一個人會審判你的 你的天堂還是地獄 這也差不多類似 問題是 那些爽頭寫 他們不是人 他們是人偶 他們又未知的生世 他們不知道人類的感情 但他們會有權去審定你 會是轉身 還是歸於虛無 沒錯 這個故事的主力就是 以這個人偶 即是裁定者 他們如何審判人 去天堂地獄 而那個方法就是 玩一場死亡的遊戲 那個遊戲就是 第1、2集 即是第1集 基本上是一個故事 說的是一個 玩保齡球的遊戲 不是 是先玩一個 扔飛錶遊戲 扔中之後 你相應的內臟就會出血 或痛苦受傷 沒錯 其實看到一個故事 就是兩個人死了 他們就要玩一個遊戲 想嘗試激發他們的內心 黑暗面 以及一些記憶的東西 告訴他們 原來他死了 就是因為記憶中間 玩遊戲慢慢會揣摩到 所以就開始出現了 一些黑暗面 一些人性的掙扎 就是在這裡會看到的 那死亡遊戲 裡面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於 當然不是單純玩一個遊戲 但其實那個遊戲 就是跟他們 一些身體的部分有關 這一次說的 就是 只要他們的飛錶 射中了一個把的位置 就會去打到一些對方 即是你和他一起玩遊戲 玩遊戲的一些 激的器官 同時都傷害到他 這個新方 我們好像提及過 其實沒有規定 有筆的 沒有規定過 你用自己的飛錶 可以藍隊飛錶射到別人 其實是 他都說明 這個筆是這樣玩的 當然 他有個小型的 可能一季短 他這遊戲 一起玩 下一次不會再出現 下一次我來這遊戲 會是 下一次我來保齡球 或者撞風風球 沒錯 而且我自己覺得 看完整季 其實我自己覺得 最好看一二集 最精彩一二集 後面那些是削了一點 例如我覺得 最重點的位置 就是在於 射飛錶這個遊戲 真的可以用來 整個遊戲的設定 是怎樣用的 射飛錶 射到一個圖 就跟未必是 全部都是有他的作用 牽涉到角色 牽涉到情緒 波動 這個是最用到這個設定 我覺得首先 第一就是設計方面 非常好的 也可能新發言 也有說到 第二集那裡 就是用另一個角度 整個故事 這個是很巧妙的地方 就是你觀眾用一個視點去看 再用另一個視點去看 原來人說的東西 人的表情 人的所有說的動作 行為 原來可以用兩個角度看 是兩回事 這個是很巧妙的 就是他想表達的 一些人性的東西 一些人的心態 也是這個作的重點 因為 作人偶是不懂人的 不懂人的感情 不懂死亡 但是人是有感情有死亡 所以有分別的兩回事 其實是怎樣才會說 後面不好看 因為後面會召喚主事 你會看到後面 幾個角度 他會特意用每一宗案件 召喚女主角 激發女主角的故事 重量召喚下去 你會看到這樣可能會影響到 那兩位玩遊戲 不是重點 是女主角的重點 其實我也覺得 這個就是動畫 比較不好看的地方 其實女主角是誰 不要緊 這兩人夫妻 最後兩年四年 大家都可以 後面很多個故事 我都不逐個說 很多故事 第一就是 遊戲的設計已經沒什麼用了 保齡球很明顯的例子 我又不覺得 心臟有什麼特別 最後兩位都是放閃光彈 好了 去到玩 打遊戲 打遊戲勉強有少許用 但還是提醒他們兩位玩家 他們死亡的記憶 這個棄子球 棄子球 棄子球那個是更加莫名其妙的 其實都是拿來鋪回殺了 幫女朋友報仇 幫妹妹報仇 不是 棄子球其實是玩過 我們兩個星星黑色 大家都是為了報仇 同時有樂人 發覺很監談 原來就是發覺 我和你雖然好像科技一樣 但最關不一樣 其實棄子球真的完全不知道 是有什麼用的 那個遊戲設計 其實越到後面 越覺得其實是用不著 反而好像搞笑的那一集 就是玩這個 對對窮 顏色 手腳 跳舞 好像搞笑的那一集 反而就有些用 我真的猜不到 那一集其實最棒 其實很簡單 一個就死了 兩個人 一個JK 一個偶像 最後 JK 因為你們兩個一起去 你哪個死 JK 立刻說 因為說阿嬲偶像 我會先跳下去死 但沒有著數 不要緊 我會想他 我會犧牲 這個人是光輝 問題是審頭官不喜歡 我擺明喜歡你 我不想讓你去天堂 但這個例子 你會虛無的 那怎麼辦呢 我拖贏給你去 這個在後面少許說 值得一提 就是反而是 這些這麼簡單的角色 和這麼簡單的故事 才最直接了當 你說得到 有的 關於這件事 原來好像很無目睹 很蠢的人 反而是最有人性光輝的人 我想這個問題就在於這裏 很多故事 那些單元劇的說 審判死亡的故事 都不太好看 其實說的感情不夠入力 不夠深刻 不夠讀到 到了很辣的一幕 好像在重點那裏 說兩個復仇了的人 其實老實說一句 我真的不明白 要搞那麼多事情做什麼 其實一開始 他殺戒指導 我們要拿回人的記憶 一切 兩個殺了人家 其實兩個人是否互相對抗大家 但是看完線 我看不出一條線 一看一看一看 你不知道他怎樣殺大家 第二段才知道 其實好像沒什麼關係 即是一個人對抗 那個年青人是對抗不了 警察就覺得 要發生了案件之後 我才能理解犯罪者的犯罪 我的情況其實跟裁令一樣 裁令者都是 我看著你們 黑暗面看著後 才會審判你們一樣 但問題是 年輕人說 見到犯罪的時候 你應該檢視他 也不是說 等他犯罪之後 我就審判他 其實這是錯的 你有錯的 完全完全不同 他是想說這件事 我想是有一點點想表達 但是最後那個結果是去到 故事只是去到人性的扭曲點 但是沒有任何後續的回應 因為他回應回到女主人身上 因為這件事 他又說 你們這班裁判官 沒有生命 沒有感情 沒有思想的 你們沒有資格審判人 人不能審判人 但問題是 所以我只是覺得這裏可惜 我想可能是那篇的太野心 但自己拿捏不到的位置 他很想把故事牽涉去主線 例如這個牽引主線 警官和年輕人的故事 很明顯有作用 但單元劇本身 如果他想表達的訊息 除了人是瘋子之外 我想不到其他 真的 記得最後的部分 阿婆的部分 其實算好 因為阿婆的部分 他的回憶 是因為他回憶裡面 又跟女主角提示的身世牽涉 其實阿婆的部分 如果你說警官和年輕人 他連累阿森齊認識 女主角 那些人是有關係的 其實阿婆的部分 就算拆開來看 平平淡淡也不錯 有些人可能會吃一口 當然這裡只要賺 導演是一個拿捏 為何掌握一個套的節奏 和氣氛的能手 即是他怎樣令到 去宣揚一些感情上的東西 一些畫面 去做得讓你看到那個緊張感 或者那個溫馨的感覺 或者是有那種人士極限的位置 去看到 畫面上是做這些東西 音樂的配合 其實做得很好 可惜也是說一句 故事的內容太空虛 這就是浪費了 萬一我由頭到尾 全部單元劇 沒有女主角的話 完全是OK 還有我想最嚴重的一件事 就是 其實單元劇 衰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都很明顯看到 主線的比重很重 即是由去那個 諾雅 諾雅 就是一個比較小的 但其實是那座Tower的 尋長 也是那些裁判 是一個統領角色的人 其實他一直都是想做一個實驗 就是牽涉到主線的 人的感情 如果去了這個人偶 即是裁判官身上 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這個一直都是大個主線 即我本來 我覺得那些短片 沒那麼好看 我也覺得算的 因為我覺得 編劇的重點是在主線上 那主線好看就行了 但是之後呢 那個結尾就會有點失望 我會說 我最多认他可能有第二季 我還不知道 但他開頭 那小時候之後 有其他新的劇情 可能之後說 你會是裁判官的 那沒問題 因為有金蹄那邊 阿粗佬那邊的告示 其實可以的 你發了一半事實驗官之後 越來越多裁判官 可能越來越有人性的裁判官 出現了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可以的 但問題是今季限於這裏 我覺得算是 我會收貨 我只能夠說 真的很可惜 I mean 那個主線最後去到人性的抉擇 女主角 究竟她是有機會 回避回那個從前 By the way 女主角流冰 那段我覺得挺好看的 那段的氣氛 買得很好 女主角去到一個 回顧到她的現實世界 她只要按一個按鈕 雖然我不知道 那個按鈕是真還是假 但不重要 這件事 按那個鈕 可以是 跟一個人的生命交換 讓兩個人 一個人復活 一個人死 這件事 想帶出的就是 這件事 憑著沒有感情的計算 是絕對化學的工作 但是人 是有經歷 有感情 對死亡是有恐懼 所以對生命有盼望 這個故事講的重點 所以她就按下這個按鈕 其實是很簡單的訊息 這就是這個訊息 因為最後的裁判官 他有人性才能說出來 如果你沒有人性 的話 你的CP值挺好 挺合理 你犧牲了別人 甚至復活 很賺得 我會讓你去天堂 會不會有什麼情況下跌? 我也理解 那一幕想說的就是 衝擊了裁判官的思維 他就在哭 因為他發覺 我好像在糟蹋人的性格 在糟蹋人性生命 這些東西 所以他就後悔 傲 這就是裁判官的感情 這個位置整件事鋪得很好 但已經結束了 這就是最大的發揮 成長了 成長又如何呢? 現在有下季大家會看到 可能有下季 但那一刻我就覺得 完了 沒有了 我意思是 一個沒有感情的人 有感情的故事 其實你應該有很多發揮 但是你當這件事去到 就好像起承 轉合 成了 轉合 沒有了 就結束了 那你的主線 會不會實在太弱呢? 劇情 那就很可惜了 你犧牲了之前的劇情 你犧牲了短片的劇情 去成就主線 但主線 是不拖不水的 完了 那就實在太可惜了 實在是 那些人會說 為什麼他還要這樣判 雖然他有暗示過 可能因為女高蘇 應該是按了個按鈕 讓他選擇犧牲 偶像一定會虛無的 偶像他死是得罪人 那一幕一定會死 所以判應該是判女高蘇 是否兩個人都可以 一個虛無一個天堂 你又不說清楚 其實沒有說清楚 可能最後兩個人都會轉身 沒問題 其實那個天堂和虛無的設定 都不重要 去到後面 因為去到後面 都會發現 很多單元都沒有說到最後的結果 怎樣 最後到三個門就怎樣 到三個門就算了 所以我當這是給人性的事 尤其是說最後會結局 不要緊 你當是思考一下 當這班人 這些人鬧 有了人類的感情之後 會怎樣判斷 你就會思考一下 你們沒事的 所以我也覺得 其實思考這件事 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留一些尾巴 給觀眾自己想 是OK 但是 那個尾巴留得不夠好 我只能夠說 他留了幾條毛出來給你 但是整條尾巴沒有畫出來 大家其實想不到太多事情 好像一個流水像就大過了 那就很可惜了 尤其是我更加可惜的一件事 就是 那個設定其實是綁死了自己 很明顯的 即是你一定要玩遊戲 我本來以為玩遊戲 贏輸是有關係的 也不是有關係的 其實沒有關係 其實是用來做 輸的也可以轉世 對 輸也可以轉世 他沒有說 他說你玩遊戲可以走 其實是沒有說 其實遊戲的作用 其實就是 輸贏那個setting 生命的setting 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遊戲過程激發你 生死的記憶 然後會申請你的記憶 再去財神 你去轉世的虛目 真的 所以我很大感覺就是 其實 編劇 尤其是編劇 編劇 其實是很大程度 被弱仔抓了自己 我想他第一個 我沒有看這個 《死亡狀求》 可能《死亡狀求》 有看過聽眾 可以再回覆給我聽 我想《死亡狀求》 可能用這個設定 做得很好 但是去到我看《死亡有行》 很多篇都用得不好 其實我寧願他簡單 一個故事就是 可能做個回憶 想回自己做過的事情 其實可能更簡單 但玩很多遊戲 有轉世 又不是轉世設定 又用不著 反而綁死了自己 其實發揮差很遠 我真的很可惜 他剛開始說女主角 因為他知道 他知道他死了 這個是遊戲 他審判到的 你看到他已經死了 也不知道他已經死了 例如可以做一些審判 可以讓你第二場 我想他也可能 某程度上想說 就是審判這件事 可能他某程度上 就是特意譴責好儀器 這個審判 女主角的觀點就是 你憑什麼遊戲 或者引發別人的黑暗面 就是他覺得 那件事不是叫 是一個特意觸發黑暗面出來 去特意令這件事發生 而不是自然應該發生的事 這個可能是一個對比 但是我會覺得 當你那個故事 本身做的事 穿物衣方面不夠多 女主角的說服力就減低了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會這樣說 音樂很好 這套東西 作畫非常好 Mathouse有保證 人的真靈表情 動作方面做得很好 還有我很喜歡 場景的設計 那間酒吧的設定 我自己也覺得很漂亮 你跟後補宮的酒吧的風格也不一樣 對 所以我們暫時不能看詳細 只有兩個人 對 我覺得可惜 如果更加多 我看到有很多 很多的場景 因為要死很多人 你論上每一層都會不停研究 這些人 很多東西都很漂亮 但偏偏就是衰在故事上 不能說太衰 但是那句可惜 捕倒落不會脫角 令到可看性大大減低了 所以就路之人這樣說 我個人就沒有去到很推薦這套動畫 但是都叫做 如果你有興趣這類型的題材 都值得算去看看 好 那我們這個季度的舊番回顧 就到這裡了 如果久一點不說多 應該就會去我們 沒錯 大家很期待那些白雙 Lock Horizons 希望不易的 你現在要隆重對待 是的 我們等他們主持 再之後就慢慢應付他們 那些四天王 就被我們很簡單KO了 好 那我就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